大家好,欢迎来到乌鱼社,我是有知识有内涵,长得好看还见谈的于小巫 当大家已经习惯聊着微信吃着鸡,吹着空调,乘着电梯,挤着地铁,坐着飞机,看着屏幕听小巫嗲嗲 结束这一切其实不用外星人入侵,不用世界末日,停个店试试 今天小巫要带大家录一部有趣的日本喜剧片,生存家族 东京一个普通家庭里,爸爸小日是个忙碌的公司职员,妈妈小花是个连鱼都不敢杀的家庭主妇 哥哥惦记着信中女神,妹妹关注着打折店铺,平常的一天又过去了 但是一觉醒来,电停了,水停了,用电池的东西都不灵了,车也启动不了了,电梯地铁也都不运行了 整个城市瞬间瘫痪,到了晚上漆黑一片,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星空 本以为停电是暂时现象,但是三天之后就凌乱了,银行挤疯了,超市搬空了,七天之后都要断粮了 人们开始搬离城市,小日一琢磨城市套路这么深,要不咱也回东村 他决定去路尔岛投奔小花的爸爸,四个人三台猛灯125直奔机场 矿泉水坐地涨价,一瓶水卖到了一千,两千,两千五 赶紧买吧,再他往前登就买不起了 但是机场也没电呢,所有航班都取消了,晚上住个店还得一个人三万 爸爸决定明天一早继续登,要长期骑行就要再鼓到一辆自行车 附近的米店还有一台闲置的 此时此刻钱已经不能让任何东西推磨了 什么劳力士啊,马沙拉地啊,一切高于生存需求的物质都没了意义 小雕小帮名人策划哪个能顶饿呀 最终机智的妈妈用几瓶酒换来了自行车和大米 听说大阪还有电,他们随着乌泱乌泱的人群登向了大阪 途径两公里长的隧道边上坐着人肉导航 用食物和水可以换取盲人带路 一家四口就不信邪,带着最后的倔强登进了隧道 高人请前面带路 盲人奶奶带着他们立正的穿过了隧道 看着奶奶那魔鬼的步伐,爸爸不禁感慨啊 真是一记在手,天下你有啊 到了河边休息,没长心的爸爸下河就河水 刚上路就遇到了大风雨 这一家子的脑回路也不知道是咋拐的 把行李扔那儿就躲雨去了 爸爸肚子里的河水就开始雇佣 只好冲进草丛,迎在风中等下来 风雨停了,行李散一地 吃的喝的穿的全都随风而去了 爸爸整的跟真事似的攒得咔咔的钻木取火 手都磨脱了皮了 给他拿个信号弹,他还非要坚持自己的倔强 妹妹鼓到了一筐猫粮 哥哥拿了电瓶水补充液 那是可以喝的蒸馏水 从此他们过上了吃包粮喝补充液的日子 路于另外一家四口 人家有说有笑有过有躁 妈妈是腾元既想,年纪挡不住美丽 衣服遮不住凶器啊 腾老师一家把这当成了一次美好的旅行 还用手动相机给小日一家拍照 妹妹给腾老师留下地址愉快告别 爸爸依旧倔强 为了面子挨个撕掉猫粮上的标签 终于到了大阪新凉半节 我比东京还乱 水族馆都改成了大排档 那就继续前灯吧 没有食物没有水 一家人遭这叉叉样 就在生无可恋的时候 发现了一头溜的猪 他们开始抓猪 最后猪撞树上了 跌撞猪上了 猪的主人突然出现 他是这里的农场主 因为电动围栏断电 溜的猪溜的丢了 小日一家可以留下来有吃有喝 条件是帮农场主抓猪 过了几天人类的生活 猪也抓了回来 农场主希望他们留下 但是爸爸担心洛尔岛的岳父 决定继续上路 农场主给了他们足够的熏肉和水 一家四口又踏上了取经之路 果然需要渡过一条河 他们DIY了一个竹筏 先运人过去再运自行车 突然放雨大作 爸爸的脸卡在车幅条里 被河水冲走了 雨过天晴 哥哥捡回了爸爸的假发 这算是遗物 还是算是一部分遗体 停电已经是第九十四天 妈妈带着兄妹俩步行 好在还有熏肉 妹妹就跟脑瓜子进驶了一样 爹都冲走了 他还有闲心拿熏肉逗狗呢 结果小秋田叫来了大当家的 那么仨大活人让狗结了 在激烈的搏斗中 妈妈摔断了腿 仨人最后的防御技能 竟然是闭眼睛 你们家也是没谁了 突然一辆蒸汽火车出现 娘仨得救了 而爸爸也并没有挂 他被冲到了下游的岸上 走到精疲力尽 一刹车一家人就团圆了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在停电108天后 他们终于到了路尔岛 小花的爸爸正惬意的在海边钓鱼 停电两年126天 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男耕女之一片相和 就在这天清晨 闹钟叫了 广播响了 路灯亮了 电力恢复了 小瑞一家回到了东京 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还意外收到了滕老师寄来的照片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并没有刻意倡导环保 也没有顿悟新生活 人们只是突然原始了一下 又回到了现代文明社会 却让人心里产生了一种回味 好了 今天的生存家族就录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敬请大力关注乌鱼社 咱们下期再见